许金的妻子说了 这几年许金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妻子呢不仅要正常上班 还要照顾双方老人和两个孩子 直到今天警察把许金的老底抖了出来 他才发现 多年付出没有一丝回报啊 换来的只是谎言和欺骗 我想问一下 对我这个家庭还是对立法 对我是不是真心 对立法人员主要 还是真心低他 还是容易是糊涂 我想问他这种话 一般案件还在侦查阶段 按规定家属不允许探视 只能通过民警来传递书信 许金的妻子此时百感交集 她给看守所里的丈夫 写了这样一封信 大宝 我想对你说 这边原配伤痛不已 可还要痴心哭道 那边被骗财骗色的王家 通酿王贵也没闲着 可许金生活了五年的他到头来也是一无所得 他呀也要给许金写封信说到说到了 大宝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 你为了什么 我们全家哪里对不起你 你骗了我 骗了所有相信你的人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你叫我和儿子怎么办 你想我和孩子吗 大宝 我是既爱你又恨你 黄烟戳穿 希望破灭 现在的王贵后悔啊 后悔当初咋就没去办理登记呢 即使登记不了 至少能及时发现许金是个啥样人呢 如今自己都搞不明白自己算是个啥了 妻子不像个妻子 第三者不是第三者 这啥事啊 这时候还狗杠杆出来了 要没小孩办理 我也不会 就是像现在这个地步啊 我就接了婚 我没小孩也好一些啊 搞个小孩怎么搞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养人 我拿什么养胎 案子是破了 前夫的作案人也逮到了 可是对两个女人来说 却彻底糊涂了 这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老公呢 自己又该不该爱他呢 要不要等他呢 就算忘了这个男人 就算能在记忆中画一个叉 可是面对身边的孩子 女人又该怎么解释啊 我琢磨了 反正这个脚踩两只船的人啊 船一开 他只能有一个结果 掉水里了 起来 第二 hac 第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